艾祖雄与艾奇加娜早前宣布了怀孕喜讯 今夜两人也动身前往 女方的家乡乌克兰 打算与家人分享怀孕的喜悦 两人搭乘了8个小时的火车 从华沙直达乌克兰境内 没想要再通过乌克兰海关时 祖雄因没有签证而被赶下车 海关人员还警告她如果动作太慢 将会被禁止入境乌克兰5年 而加娜无法让她独自离开 便决定陪同祖雄一同返回华沙 是由祖雄透露在出发之前 曾上网搜寻过马来西亚人 入境乌克兰是不需要签证的 连小区在海关被拦下 而妻子加娜因为疫情关系 已经4年无法回家乡 眼看回乡之旅就这样泡汤 难过的哭了一个整个晚上 祖雄只好安慰她表示 或许是上天的安排 要他们躲过一次灾难吧 目前两人暂时安顿在华沙 这两周也会在波兰和妻子的家人一同度过 之后两人将返回大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